歡迎您收看頭髮奇想 我是安悠希 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 明天就要投票了 張亞中不愧是亞神 那身世驚人 因為在張亞中的造勢場合上 不但騎海飄揚 你還聽到中華民國送 如果不說的話 你還以為是韓國瑜要選舉 這簡直就是韓國瑜造勢場合的翻版 而且據說這個畫面 也驚嚇到了朱立倫和江啟成的支持者 尤其是朱立倫陣營 現在傳出私底下超級焦慮的 因為不管是看到哪一份民調 或者是看到網路聲量 通通都輸給張亞中 另外台灣申請要加入CPTPP 正面對決 在上個禮拜就已經提出申請的中國 其實外國媒體也評論 蔡政府的出手 除了要證明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 已經可以跟中國平起平坐之外 背後當然暗藏的 還是美中大對抗的深層謀略 也因此可以看到台灣申請加入TPP的宣布 這個公布之後呢 馬上世界各國就紛紛的選邊站了 但是態度超級明顯喔 除了對台灣表態歡迎之外呢 像日本澳洲加拿大甚至是墨西哥 提到中國要加入的那個臉色都超級難看的喔 另外呢也來看到呢 因為連中國的學者自己人呢 都說台灣比這個中國更有資格加入多了喔 但是呢台灣和中國在CPTPP 這一場這個肉搏戰當中有沒有風險 當然還是有的喔 像這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呢 他就這個直言喔 美國是絕對不能夠把CPTPP這個戰場的拱手讓人的 也因此呢台灣在未來能不能夠加入CPTPP成功的阻擋中國 對於民主自由聯盟來說 那當然是意義重大喔 因為呢日本媒體也爆料 其實呢為了在CPTPP裡面搗亂喔 習近平為此已經謀劃了三百多天了嗎 那習近平背後的暗黑盤算又到底是什麼呢 好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舔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資深媒舔陳東好 大家好 資深媒舔黃光晴 大腕 監國大代表黃豐孝 大家好 財經專家邱米寬 大家好 好我們當然還是先來關心喔 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 明天就要投票了喔 現在呢有人緊張了喔 本來這個認為議會一路領先的朱立倫 這一次真的有可能慘遭滑鐵爐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黨主席之爭呢真是沒出席 到最後呢還要這個把韓國瑜搬出來喔 真的得韓國瑜者就能得天下嗎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現在呢在這個政治看聲量的 這個網路聲量當中呢 張亞中的聲量呢還是一路領先喔 直到我們錄影為止呢 張亞中的聲量呢 都遠遠超過了這個朱立倫啊 然後另外呢就是在這個 張亞中的這個造勢場合上呢 我們今天也看到 哎呦怎麼那麼眼熟啊 現場的這個國旗旗海飄揚啊 而且呢這個大家非常熱情的 唱起軍歌來了 簡燃呢就是韓國瑜造勢場合再現啊 好這是張亞中的這個場子 看到這個場子呢當然朱立倫急了 所以呢大家現在呢 一起來蹭韓啊 朱立倫呢什麼話講出來 他說韓國瑜的同事你看看 李四川葉匡史陳雄文 他們都是支持我的啊 而且要選黨主席 我可是跟韓國瑜共同討論決定的呢 真的嗎 那前高雄市的副市長葉匡史則說 你看看韓國瑜的副市長都支持朱立倫 訊號很清楚啦 韓國瑜啊他是用間接不爭議的方式 來表達他的立場 但是江啟成怎麼說呢 江啟成說韓正營有特別澄清哦 要以他的臉書發表為主哦 而且我的團隊裡面也有韓國瑜的成員跟朋友啊 甚至呢還反擊朱立倫 當你操作韓國瑜挺誰的時候 黨員也會反過來思考啊 過去你在哪啊 你有這個表明挺過韓國瑜嗎 那張亞中則說 哎呀你們在吵什麼呢 韓國瑜去美國就是要表態中立嘛 大家就不要再消費韓市長了 但我相信韓市長會支持我做的事哦 那其實他是也在消費 那另外就是他說 黨內的現在都殺到刀刀劍骨了 朱立倫啊 不要再用抹紅來栽贓我了 用力過猛小心咎由自取啊 那前韓國瑜的發言人王潛秋則說 他跟韓國瑜通了電話 說所有候選人他都表態支持 他沒有但是呢沒有表態說他要挺任何一個特定的人選哦 哎王潛秋的說法是在打臉誰呢 那不只台面上刀刀劍骨哦 台面下也是暗潮汹湧哦 現在呢怎麼搞到全黨就一輪啊 然後這個感覺上呢 國民黨的現在狂打亡黨感哦 這個鏡周刊就爆料 朱立倫現在啊不只是雙北大票倉 連這個新竹苗栗的選情都直落張亞中啊 所以看過內部民調的挺朱藍尾直呼請字不可思議 所以 中秋節當天聽說朱立倫陣營還緊急的召集了藍營各縣市的議長還有地方大佬 大家一起來討論趕快救救我吧 怎麼可以救我的選情啊 那朱立倫呢這個昨天呢也緊急到了立法院去拜會這個藍尾 據說呢也是為了要挽救選情哦 所以昨天可以看到呢 38名藍尾當中的來了29個人呢 都站在朱立倫的旁邊 真的是力挺朱立倫嗎 江啟臣說 好幾位後來有來跟我道歉 說那個都是禮貌接待 才不是表態挺朱立倫呢 過度操作無助團結 更會讓同事尷尬呀 好但是呢 江啟臣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因為同事真的很尷尬 藍營七個縣市首長呢 本來這個齊聚在一場論壇上面 結果呢被問到 你黨主席要選誰啊 包括了盧秀業 黃慧美跟黃敏慧 哦快閃逃走別再問了啦 好我們先來看看 最後關頭國民黨的這個 各個候選人的較勁 一切都要以他的臉書 或他的公開發言為準 中華民國的百年大黨 我們不能萎縮 國民黨不能走極端 走偏風 不能泡沫化 我是朱立倫 我還在奮戰 9月25日 保衛中華民國的未來 不要把黨內選舉啊 選到最後啊 一些奧博進出啦 然後呢這個操作 操作氣寶啦 來威豪這個學尾啦 剛剛這個影片看下來 你怎麼分析 他們每個人的氣勢 現在看起來誰占上風啊 剛才三個影片這樣排出來 當然朱立倫是預錄的啦 他私底下錄可以NG很多遍 可是你可以看起來 光做三個人的氣勢 張亞中第一名嘛對不對 如果有人來挺我 一大堆人幾百人來挺我 你還需要預錄嗎 對 這樣就看張亞中那個氣勢 而且你知道嗎 他國父紀念館 每年雙十國慶日的時候 張亞中都在那綁活動你知道嗎 所以就跟你講 很多那個深藍的每年聚集啊 我要看到中華民國國旗 冉冉升起的時候 就只有在這個場合看得到啊 所以你看這些人號召令多強 而且張亞中昨天晚上去 昨天去那個新竹建村有沒有 欸 那個建村呢 福老席又出來呢 真的啊 對啊 你看著說現在的那個支持度的話 也只有張亞中能夠比得起韓國瑜嘛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一堆人在蹭韓 我是覺得說這個實在是很奇怪啦 好啦 我們講啦 你朱立倫不是講說非常 那個韓國瑜非常支持他嗎 還要昔日在同事啊出來幫他什麼 盡量幫 能幫盡量幫有沒有 先後還要幫忙讓黨內團結 我真的是勸朱立倫 不要把人逼上絕路啦 適可而止嘛對不對 人家就已經米到美國去了 你還在一起搬出來對不對 人家問他說那侯友宜有沒有支持你 他說有啊 侯友宜跟他保持密切聯繫啊 對不對 我說真的你如果用蹭韓這種方式 讓我想起來一句話啦 人家說人醜沒錢就別娶沒嬌娘 不信你問有大人對不對 你就去蹭這個有什麼意思嘛對不對 你當事人如果真的到最後火大了出來 闢謠或者是出來否認的話 那你朱立倫不就一刀斃命對不對 所以你玩很大就表示說他的選情真的已經到了一個很急迫的時候 你看現在所有的民調還有網路聲量有沒有 張亞中都贏朱立倫對不對 而且你看我昨天就分析過 整個投票結構三十幾萬的國民黨的黨員有投票資格的有沒有 就是有按時繳檔費的啦 六十五歲的話他終身黨員他不用繳檔費 這些人不用繳檔費 可是他投票是最勤快的一群人你知道嗎 你現在這些人都已經跑過來 你看我們剛才看到那個造勢場 你看現在那個畫面上在load這個畫面有沒有 熱情如火 你這個就是當就是兩三年前韓國瑜的那個寒流旋風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張亞中的勢已經起來之後 你要去阻擋這個勢是真的很難啦 好啦那我就講說朱立倫有幾大敗筆 第一個就是打恐嚇牌嘛 一直告訴你說 那個什麼張啊當選會黨會分裂啊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去投張亞中的人他根本不在乎你分裂啦 對不對國民黨早就已經實質分裂了嘛 你深藍跟淺藍的早就已經分裂成兩塊啦 對不對 我今天你天天淺藍的跟他說 不能夠跟中國走太近 不能夠中國喊統一對不對 喊了之後這些選舉的人就沒票啊 最明顯的就是昨天台中 是不是舉辦一個什麼中台灣區域治理平台的一個論壇 你看嘛那些有選票壓力的候選人 縣市長誰敢回答啊 對啊誰敢回答 問到都快散了對不對 盧秀燕招第一禮啊 黃慧梅 黃敏慧 找地理爺 許耀昌年紀大一點跑第三個你看 全部都跑得比人家還快 那你說今天連那個陽文科有沒有 陽文科是老人在在 他說心中有一把尺啊對不對 那把尺到底會傾向哪一邊 也不表態啊 那你說現在表態的什麼 雲林 南投 台東 蓮江 花蓮 你聽到這幾個那個線 這幾個都是藍大於綠的啊 對不對 他哪在乎啊對不對 所以我說地方派系當然就是朱立倫 之前一直打主打的一個那個重點嘛對不對 那問題是地方派系 他如果凝聚這些藍的話 在他的選區他也是有票啊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他敢表態啊 他既然地方派系那以後我就跟你講 政治就是很多的索贏啊湯啦 那朱立倫一定跟這個黑票派系 有一些接觸有一些交往 可是你說你說張亞中 張亞中他都是卡空氣票耶 他跟韓國瑜多像啊 他只要站出來號召一下的話 很多深藍的話無言無悔啦 票就是投給你啊對不對 那這個事你怎麼擋你告訴我 那現在出了一個山東運程出 山西運程出來跟關公老爺是 小老鄉的那個張亞中出來對不對 最沒有他叫聲不錯 你現在國民黨裡面 找一個叫聲有這麼好的 難怪今天張亞中現象 說實在話他的起來不是沒有道理的 來問一下這個小平啦 看到張亞中造勢場合 騎海飄揚 我們剛剛前面就講了 你不講呢 這個你還不曉得 你以為是這個韓國瑜的造勢場合啊 這種聲勢會不會緊張啊 這個你現在在地方放跑 朱立倫現在到底怎麼樣 不是說地方縣市長都動起來 要搶救他了嗎 說起來投票率 這聲勢是令人擔憂的喔 所以所以所以氣江保豬就老可以 是很重要的 江啟程如果拿到十五趴的話 那豬就會有麻煩 江如果是十左右的話 那豬會過關 這是第一個就是氣江氣得乾不乾淨 第二投票率 因為因為他的粉的盆鐵 你看到國服監管那個場景 今天這兩大候選人張亞中 在國服監管都在留在臺北市 臺北市是今天我有找了三十幾個里長啊 黨代表在中午跟他見面喝茶 然後到中午到那十一點 然後十二點的曾文培 連勝文以及這個蕭景田這三個要腳 幫他動員了八十個黨代表 地方黨部 臺北市只有九十個 動了八十個 然後給朱立倫最後的造勢 我簡單講最後決戰點是臺北市 然後張亞中也在臺北市 朱立倫更在臺北市走透透 然後臺北市是朱立倫最弱的地方 是朱立倫最弱的地方 是張亞中外省級多 軍公教多 韓粉多嘛 那上次 但民調做了四五次 我認為大概有輸了一次 我說朱立倫 就是二十七比三十 輸的那一次 臺北市輸了十幾趴 北北基 然後他有幾次也小贏了 所以在膠著 那投票率如果只有四成 朱立倫會輸 只有四成的話朱立倫會輸 對我簡單講 那個韓粉會出來投對不對 然後這個軍公教 可能比較傾向張亞中投票率高 黃副興高 所以我們在看黃副興 今天我們也跟幾個黃副興的常委主任聊天 我們問門道 他們在他們都有手下幾百個一千個黨員 黃副興的黨員 問他怎麼樣 他說投票率可能沒那麼高 我們可能安心一點點 哦我看你臉色蠻凝重的啊 你有安心嗎 黃副興不高他們才安心 我們才安心嘛 是那我們派系不高 我們擔心嘛對不對 所以投票率基本講起來 五成以上朱會過關 五成五的話就贏一截 如果四成的話朱會輸掉 就整個選舉是指向來看的 那最後 所以我認為現在台中也是重要 雲嘉南高高平穩定你先 北北基小輸 你說台北輸就算新北呢 他以前總當過新北市長 新北也輸啊 新北有七千個 有我的救啊 新北有七千個黨員 我做黃副興 台北市有一萬零五百個黨員 然後新北的結構 比較有利於朱立倫 那怎麼還輸呢 因為深南選民新北 那那一份民調現在拉到 剩雙北輸兩趴嘛 以前雙北輸十幾趴也在拉 雙北的拉進中 我說張跟朱 這個這個入死隨手 還是看最後的吹票跟投票率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可是有張亞中也講了 我現在就講說 朱立倫現在到底有什麼地方可以勝出 真的只靠地方派系而已嗎 因為張亞中講說你們什麼兩岸和平協議 朱立倫以前也是講過啊 而且呢 你們大家不要再消費韓國瑜了 告訴你們 韓國瑜也是支持我的啊 所以你怎麼看 那如果都這樣的話 朱立倫還有什麼招可以贏過這個 韓國瑜當然不是 韓國瑜你不能說 這個韓國瑜就是支持朱立倫 這三個比起來 我認為相對比較支持朱立倫 其中當初穿真影線叫李四川 至少這三個副市長 不管怎麼樣也站出來 目前看起來他說他是中立嘛 大家心領神會就知道 稍微比較偏向朱立倫 可是沒那麼明顯 平常心講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次呢 就是韓粉變聰明了 都沒有在出征我啊 我說韓粉不能犯賞 張亞中如果當選的話 變成森藍教主 韓國瑜就退休了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喜歡韓國瑜 遠遠超過我愛張亞中嘛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韓國瑜還是有一定的 這個這個黨內的地位 以後要選什麼 或是至少成立一個決策小組 朱當選他承諾了 韓國瑜那是要腳 因為你是你那一塊深藍的票 你是共主嘛 你韓國瑜 所以一定有你的角色 那張當選他就沒有角色了 就完全就取代了 就是就是韓就被張取代了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這個 詐中我們看到他的這些 這個支持者 都這麼始終對不對 可是這些都真心的 那這些人是不是真心的 二十九個藍尾 雖然這個昨天站在朱立倫旁邊 但是江啟臣講了 好幾個後來跟他道歉 還能禮貌接待的 我們才不是要挺朱立倫呢 只是不想讓同事尷尬而已啊 所以他就是涉事衛生嘛 他們當然是挺朱立倫 喊洞洞洞洞洞洞 而且表情歡欣鼓舞嘛 因為他們都要連任嘛 就這麼簡單 單一席是非支持豬不可嘛 支持江拿太多豬 還會被他拖垮 這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別人客套化 事後還價 你把別人當真心化 別人客氣你當成沒有放棄你 這第二個概念 第三呢是什麼呢 你今天老巢被端掉了嘛 你是立法委員 你是黨團每天跟他們在一起 其他37個立法委員 你江啟臣自己是立法委員 還兼主席嘛 表示你的大本營都已經潰散了嘛 下一個指標 他兩個大本營 一個叫立法院 一個叫台中 台中的派系的嚴家 謝家的走向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關鍵 但是問一下這個東豪啦 今天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有很多人講說完蛋了 國民黨完了一切都完了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真的會完了嗎 好那你怎麼看現在他們 這個選情的這個情形啦 另外就是說 到最後關頭很妙喔 已經最後關頭了 還在講韓國瑜 韓國瑜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因為大家都想要再把 因為現在基本上是聯合起來 壓這個詹亞中 嗯 基本上一個判斷就是 詹亞中的知識就是過去的韓粉 是啊 就這群粉 在兩年多以前 拱起了韓國瑜 今天呢 他拱起了這個詹亞中 明天他可能可以 拱一個李亞中 李國瑜啊 同樣 這是這批人的力量 這批人的力量 他們也曾經拱起過住住節 在郭主席後來 重新選那個黨主席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打 為什麼大家 第一個都覺得欠他 但是最支持住住節 還是同樣這一群人 那這群人有一個 有個人特質 大概兩個特質 一個他們是絕對的 仇恨民進黨 所以你要取得這群人支持 第一件事要罵民進黨 而且要罵得很兇 越兇越有票 越有他們的好感 第二個呢 他們很討厭 國民黨的那種公鬥 所以你注意看 張宇宙其實為什麼這次會 跟韓國瑜那時候 崛起有些地方有點像 韓國瑜什麼時候開始 你看到這個人 就是他離開政壇以後 其實從那個時候 那一年的黨主席選舉 對 那網路上都還有 他就在罵 罵國民黨 罵國民黨罵得真好聽 就你不懂國民黨人聽的 你會覺得 輕鬆一點叫好笑 對 那國民黨人 國民黨自己內部的人聽了以後 一定覺得很難過 因為2016政權都丟掉了 嗯哼 那你這次在看張宇宙 張宇宙怎麼講天王 什麼天王 在國民黨裡面當個小王 哈哈 就這種語言 這種語言跟這種文字 是國民黨特有的 嗯哼 所以 所以你在看張宇宙 為什麼還能夠 其實張宇宙其實時間很短 其實他跟韓國瑜 真的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有些類似 有些類似的當然 不能講完全一樣 還是有 還是有很多地方 其實又不太一樣 因為還有人的特質 韓國瑜其實比較有溫度 嗯哼 可是 最妙的就是說 你知道 你走到現在來講 到底誰會贏 嗯 我也不知道 我沒辦法判斷 嗯 因為他只有38萬人 嗯哼 國民黨黨員就38萬人啊 那只有一件事情啊 那這些 過去挺韓的韓粉 嗯 今天晚上 除非韓國瑜發露 在寫臉書 嗯哼 如果沒有臉書的話 這些人會聽 一定會聽李四川的嗎 不會 哦 不一定啊 所以你拿李四 你李四川如果都不一定有用 你講到葉匡石成文雄文 誰認識啊 那就更沒用了 那個是只有政治高層的人 才認識這些人啊 幾層的人哪管你 是葉匡石是誰 嗯哼 因為韓國瑜不出來 只能講這個 因為沒有韓國瑜 所以你知道用李四川嘛 好 那 除非韓國瑜真的跳出來 嗯 那也許 可是這都已經很 這時候都很麻煩啊 因為這時候該沉澱呢 該怎麼樣都怎麼樣 所以 你這時候就繼續講說 韓國瑜支持我 嗯哼 這個話可能要提前10天以上 就是當韓粉沒有認定 那個目標的時候啊 嗯 你可能還有用 到這個關節 這個節骨眼上面 嗯哼 你怎麼去算 因為其實你在臉書上可以去找 因為有挺那個張好中的那種團體 嗯 大大小小 小的很小 小的大概只有幾百個人 好好 大的也可以有幾千個人 哦哼 全部都在串聯 這些人你怎麼 你怎麼去那個 嗯 有的還是國民黨的小組長 那這些人為什麼說 跟韓粉的那個 的重疊度很高 有的我認識的 以前都是韓粉啊 嗯哼 過去都是最支持韓國瑜的啊 嗯 你這時候有 你怎麼 你怎麼去削弱他 對 那這群人 這群人的特質是什麼 就國民黨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嗯 不要講60歲 65歲以上 記不記得國民黨 嗯 有那個終身免繳党費的 就是65歲 嗯哼 19萬多 這19萬多 因為他不用繳党費 也就是說 他不會被地方派系 嗯哼 當人頭 我如果65歲加入國民黨 嗯哼 我根本不用繳党費 嗯哼 你派系怎麼養我 養不到欸 對 38萬人 有19萬 一半欸 嗯哼 那這19萬 我當然不是講這19萬 都是張馬中的票 嗯 就你怎麼算這些人啊 沒得算 嗯哼 所以最近為什麼要去看那個T台的民調 因為他好歹根據黨員 黨員名冊 還有電話他去打 那個可能相對比較有參考價值 可是如果你看到那個參考價值的時候 你會嚇 嚇到 就是朱立文沒有穩贏的 已經沒有穩贏這件事情 到今天晚上 是在想說 朱立文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贏 還是張好中會贏 如果張好中當然黨主席會怎麼樣 所以這就回過頭來 國民黨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你的政黨結構怎麼會搞成一群 我不要講60歲 60歲還算年輕的喔 65歲以上的人 佔國民黨黨員的60% 怎麼會變這樣子 朱立文不是主流 到處求救 到處求救 江啟誠 這個時候還是得拿韓國瑜出來平衡 為什麼 怕被棄保得太乾淨 那麼講明天這個時候 大家就知道結果了 朱立文要贏就看江啟誠 江啟誠票如果能夠壓到很低很低 這是有一點困難 就是說你如果 當然我們這樣有點誇張 江啟誠如果拿1萬票 朱立文的機會就很好 因為他只有38萬人 他如果拿個2萬多票 因為投票率不能百分之百 對 萬一給江啟誠拿個2萬票 那個票是朱立文的還是張 張亞中的 你怎麼看張亞中的支持者 的出席率一定是最高的 再過來地方派系這個時候 能動員的會比較穩 那這兩個扣下來剩下的 廢票應該不會很多啦 就是江啟誠 那江啟誠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他怎麼辦 還在掙扎 他越掙扎對朱立文就越慘 所以國民黨 國民黨所有的一切其實 你在看張亞中 他跟這個社會主流完全不一樣 可是他符合了國民黨的主流 而且國民黨的動員最有戰鬥力的 就是你剛才看到畫面 就是那一群的啦 拿著國旗啊 朱立文拿國旗 跟張亞中拿國旗 這個時候你就覺得張亞中比較像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 國民黨未來怎麼辦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政黨結構 黨員結構 他一定會去衝擊到 未來國民黨的選舉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辦法完全斷定說 這個衝擊波會有多大 明明應該是共主的朱立文 今天變成什麼 講一句不好聽一點的話 國民黨現在是全黨救一人啊 救的是朱立文啊 但問一下這個光景啦 現在黨內已經緊張到什麼程度了 今天青年軍隊已經出來講 如果張亞中學生我們就要罷免他 都還沒選完你就已經在談罷免了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朱立文的選情 真的看起來不太妙啊 不是說地方派系都動起來了 這是有史以來 所謂的有史以來 是包括我們30年前開始跑黨政 所謂的黨政就是當時候最大的國民黨 這30幾年來沒有看過的狀況 直到今天晚上為止 都還沒有見分校 所以明天是有可能喔 不是朱就是張喔 張亞中你們真的要保留一個 空間是他有可能當選喔 就算他若選差距不會太大喔 朱立文保重啊 大家要有這個心理準備喔 而且就我們是局外人 我們旁觀我們都覺得這場選戰 可能會亡你們國民黨 因為張亞中目前是沒有辦法亡國的 因為以他這樣一個統派的光譜 他如果當了黨主席 不管他路線怎麼定 至少從2022選戰打到2024 他拉起候選人的手 或是候選人根本就避著他遠遠的 所以他影響大局 他更不可能幫國民黨取回執政嘛 那我覺得國民黨很悲哀是怎樣 以前號稱百萬大黨 我們在看這場輸贏之前 我們先看你國民黨萎縮到什麼地步啊 這一次是33萬 已經是33萬 那你這個黨員不向心了嘛 他不凝聚在你國民黨了嘛 他不加入不繳黨費 他不是你的黨員沒有投票權的嘛 你就是33萬選大家在講這個投票率 就是說如果你朱立倫下去 你不吹出所謂的地方 不管是派系幫你動員的 或是說站出來那些立委啊 或是縣市首長表態支持你的 或者你自己下去跑 你不動員出自主性黨員 他還有要有一點概念喔 他要解讀出來上中現在 可能對國民黨造成什麼傷害喔 但我一定要保你租喔 對不對 你要有自主黨員的話 所以你的大家分析說你投票率 要多出 要超過五成嘛 可是以今天晚上 他們最新的國民黨內部的評估啦 不會到五成 你如果四成多那代表什麼意義 那誰會去找到投開票所 票票入貴 就是黃副興 或者說我們看到軍公教 或者說那種韓粉型的 他如果是黨員的話 他們絕對跟你挑票倒貴 唯一支持張宇宙 他絕對會去投票的 所以造成說這個局部放大了 所以張宇宙他勝算很高啊 你如果再不講這個 這個所謂選票分析 你講一個感覺 你講一個什麼感覺 雖然韓國瑜陣營喔 他們對張宇宙也不以為然喔 韓粉在那邊一頭熱喔 他認為張宇宙選上對他後續 或是他們看張宇宙這個人 他的理路他們不贊成喔 甚至有人還對他反感啊 可是你看那個盛況空前 你看那個張宇宙到了場子 剛剛那個畫面 那個儼然像什麼 大家似曾相似 雖然不是大場子 那就儼然是韓國瑜在跟朱立倫選嘛 對啊 所以我韓國瑜跟你張宇宙畫上等號 我也很傷嘛 他也未必想要這樣子嘛 可是那個場面 跟他們這樣的一個支持者的結構來看 你看就是韓國瑜在跟朱立倫選啊 那加上黃副興你知道 誰最近跟著江啟臣跑 因為江啟臣畢竟是現任的黨主席 對不對 現在黃副興黨部那個張宇宙 每天跟著跑耶 對那黃副興你覺得一分為二 大塊是給張亞中啊 或許支持 大塊給張亞中了 不是當初講的一分為二 一分為三耶 你要知道在每一塊裡面 這個朱立倫都還要面臨 這個江啟臣跟他搶票耶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朱立倫現在的狀況 他如果能過這一關 不是半死也打個半殘啊 我跟你講為什麼 我就說他選成這樣 連張亞中打不過的話 他可能送加護病房 如果今天讓張亞中當選 我說實在的 他那個比送加護病房 那等於沒氣了 你知道那個連統派的林鄭傑 昨天接受這個黃潛秋的專訪 在中廣 他怎麼講 他你知道嗎 他也擔心啊 他說如果張亞中當選的話 他覺得國民黨就完了 沒我 就完完了 同時國泰自己都擔心啊 對 就是他們或許對張亞中 我跟你講你看趙康的反應就是啊 趙康為什麼反問那個張亞中 跟他逼人啊 而且你知道韓粉或是髒粉啊 現在已經變形蟲了 就像那個病毒株他可能變形蟲 他們去出征趙康康欸 哎呦 而就算趙康康還沒開口 開第一個口 他為什麼一路跟那個張亞中激變 所以在韓國瑜又不表態的情況下 我覺得 悲劇會發生 你覺得悲劇會發生 我覺得悲劇可能會發生啦 因為我們也不敢賭嘛 因為這場 狀況以前前所未有嘛 你就看他熱誠那個樣子 你看那個各項民調 你看網路聲料 其實喔 朱立倫沒個影啦 其實喔 韓國瑜他真的 如果他陳前 或是他以後還要留有退路 或是說他 自己的算盤還放在心裡面 的話才是現在這種狀況 你的韓粉熱誠這樣都上新聞了 而且熱到張亞中的粉磚 突然變成 熱烈起來了 爆增了 他如果為國民黨著想 甚至為未來的 趙康著想 不然的話他想再戰 為自己的2024著想 如果他想再戰的話 或是為2022這些選將著想的話 為未來的江啟臣們 他們要再選立委的這些人著想 他也出來表表態吧 就他打迷糊仗 你就知道這是很關鍵的 這個韓國瑜他的現象 那你說朱立倫再去貼什麼 他最早找張善政 後來找李四川 什麼葉光石 陳雄雲 這些都不等於是韓國瑜 所以王潛秋跟他同立的話 他才說我保持中立啊 對不對 你在拉 張善政本來就是跟韓國瑜 不搭嘎的嘛 他只是跟他搭檔嘛 你說李四川用過副市長 葉光石也是用過副市長 那你說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等於韓國瑜 他只是能夠沾個邊 讓大家誤以為 他是韓國瑜推出來的 可是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所以真正凝聚力很強 會出來投票 而且是鐵票自發性的 這個很膜拜的 有點像當初我們講說 那個義和團 那種狂熱的模式 那個迷戀的那種模式 是像附貼在張亞中身上嘛 可是你看現在這個 國民黨這一億 說實在的 明天就真的要看這個開票 看到選到最後是如何 再問一下義夫啦 這個到最後關頭 大家都在蹭韓國瑜 其實張亞中也說 你們不要消費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是支持我的也是趁啊 但是呢重點就在於朱立倫講什麼 朱立倫講的很重要 朱立倫說呢 他要選黨主席 可是跟韓國瑜共同討論決定的 是不是這樣 那現在呢 也傳出說朱立倫這個 本來之前想說要選情看好嗎 現在真的緊張了 中秋節當天 朱立倫緊急照應 藍英克縣市的這個議長跟地方大佬 要怎麼討論 快來救我啦 現在選情真的這麼緊張喔 你看剛才小平講的慷慨激揚 他越慷慨激揚表示朱立倫越緊張 其實就這樣講了 你說 而且雞皮疙瘩了 韓國瑜韓國瑜到底支持誰 大家都說臉書為準 但是我所知道他今天的臉書都不會 都不會有任何動作 都不會有任何動作 韓國瑜到底支持誰 張亞聰說韓國瑜支持他 假新聞 因為韓國瑜不會表態 江啟臣如果說韓國瑜支持他 假新聞不會表態 朱立倫說韓國瑜支持他 假新聞 因為韓國瑜都不會表態 假靜雯美女不是假新聞 不是支持 是他要出來選黨主席 是跟韓國瑜共同討論決定的 這已經超越了支持 其實這是一個很漫長的故事 這要從今年三月 朱立倫說今年三月他說的時候 他跟韓國瑜見過很多次面 是不是事實 是 誰約的 李四川 是李四川 李四川當時一直在黨內促成什麼 韓國瑜跟朱立倫合作 朱韓合作 這個發展過程到三月到四月都是對的 都是事實 李四川是勸誰選黨主席 那個時候 李四川是勸韓國瑜選黨主席 不是勸朱立倫選黨主席 他這邊推朱韓合作 勸的是韓國瑜選黨主席 原來是要朱立倫支持韓國瑜選黨主席啊 這是李四川在撮合合作 那李四川是三四月是在勸韓國瑜選黨主席的 這是李四川在撮合合作 那李四川是三四月是在勸韓國瑜選黨主席的 那後面呢這一個合作就一直攤在那邊 就停滯了一直都在那邊啊 因為韓也沒有韓也那時候也沒有 yes or no選與不選的問題 就一直僵在那裡啦 然後到最後就形成一個局勢 就是朱立倫遲遲不宣布在看韓的動作 那韓呢遲遲猶豫不決 所以那時候不是從四月開始五月開始 不是一路在傳韓國瑜碰誰在徵詢選黨主席啊等等等等 那如果你還回憶的話 那時候韓還在徵詢什麼什麼一大堆意見 當然有很多人是當時是跟韓勸韓不要選啊 也有勸韓選啊 那當時就這樣一直擺在那邊 一直到韓國瑜確定不會選 朱立倫就確定選 所以你說這有什麼共同討論的問題呢 當然我是 那選情告急嘛 韓國瑜也沒有否認嘛 那個那麼急的講好一點 韓國瑜也沒有否認嘛 韓國瑜也沒否認 但確實確實就是 韓國瑜跟朱立倫在一兩天前確實通了電話 確實有通了電話 那我聽到的是韓國瑜問了朱立倫一件事啊 什麼事他就問朱立倫說 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就是因為他在美國嘛 然後現在搞成什麼樣子他也不知道他就說 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朱立倫的確也跟韓國瑜談到說 那個李四川啊 葉匡時陳雄文都有陪他啦 確實有談到這個 確實是有談到這個 但是說韓國瑜跟他共同討論後的決定 由他出來參選 這一個我是持保留態度 我認為兩個人合作 兩個人關係是要叫2020年好一點 但是共同討論這四個字 我是有一點問號 在心領神會啦 有默契啦 那都是你的解釋 心有靈犀一點 我覺得那時候雙方都在看彼此的態度 如果韓國瑜不選朱會選啊 那朱到最後的態度是看 其實他一直都在看韓選不選做決定啦 OK 所以這算不算共同討論 那現在選情到底是怎麼樣 你看選情到底怎麼樣 你說這個韓國瑜之前已經精準料到 真假 這樣講啊 韓國瑜八月的時候 曾經跟八月 八月中的時候 曾經跟朋友在談到黨主席選舉的時候 他分析最後的狀況 當然現在要選舉不好講 他在分析的時候 他的朋友跟他畸變 畸變 就說這個排序這個 這個會是這樣嗎 跟他畸變 到九月了 然後大家就很訝異 因為當初在畸變過程當中的 他認為這個排名有人不應該這麼前面 但是現在看起來跑到前面去了 所以說 你說他那個時候就看到張亞中 韓國瑜當初是怎麼可以看到 這一個局勢這樣走的 你說他那時候看到張亞中要崛起了是嗎 嗯 你在套我話嗎 哈哈哈哈 你在套我話嗎 是有那麼一點味道 是有那麼一點味道 那時候沒有人看到張亞中 那韓國瑜是厲害哦 是有那麼一點味道 但是當然他最後最後是說有看到張 可能創起的一個一個 但是能不能當選他是持保留態度了 就是當時他並沒有 並沒有很明確說誰一定會當選 所以當初大家就在跟他辯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包括李四川都不認為是這樣 但是李四川最近也很緊張 其實雙北呢 朱立倫大概就是小蘇圍營或打拼 想往這個方向努力啊 努力的方向是方向是這樣子 但是不要忘記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高雄 我特別提高雄 高雄原本的局面是三分天下 朱立倫沒有佔優勢哦 朱立倫並沒有佔很大的優勢哦 是三分天下 三分天下表示說江啟臣在高雄 是受到也有一定的被支持度哦 所以他原本是個三分天下的局面哦 三分天下議會黨團裡面 就基本上有很多 有部分是支持江啟臣 是支持江啟臣哦 然後還有一些團體的運作 是支持江啟臣哦 他是一個三分天下的局勢 最近雖然有點改變 起碼效應裡面 其實有些人要分票 原本說八二分 在大概三天前打電話給朱立倫說不分 全部都要投給朱立倫 但也有人說原本支持江後面轉成豬 但是也發生一個問題 他的票有一半拉不回來 就是他能掌握的黨票 有一半拉不回來 他只能原本他只能拉回到一半 那另外一半了 另外一半就是跑到江跟 派系的屬性答應的就不換啦 派系是這樣操作的 跑到江那邊 所以現階段裡面 這個三分天下的高雄 氣保效應如何 其實如果說是投票率只有四成八 他剛好又不到五成 剛好他又破四成 四成八就把握了這兩個 高雄就真的會是一個關鍵的區塊 他會變成一個關鍵的區塊 因為他是三分之一天下以後 開始產生的變動 那 或許觀眾朋友 你們看不到藍營的群組啦 藍營的群組有多熱鬧呢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你說 突然冒出來 氣江保朱不能讓張當選 然後你還會亡黨啊 什麼什麼什麼 但等一下呢 又跑出一篇 叫做呢 呃 氣豬保江財事正道 還有 還有 張亞中決戰兩天策略參考 裡面談什麼 投給江啟成等於 廢票 江啟成輸 張老師 張校長十八趴 在搞什麼 氣江保倉 然後第三點也是一樣 他總共有三個策略 第三個策略是 江啟成輸朱立倫十五趴 投江市廢票 討厭朱立倫的請投江啟成 所以 藍色群組裡面 一打開來看 這邊叫你氣江保朱 這邊叫你氣豬保江 這邊叫你氣江保張 所以一個群組裡面 可以各種聲音熱鬧非凡 現在搞到大家呢 已經亂掉了 全部都亂掉了 現在就只看 明天投票決定 你的投票率是多少 決定勝負關鍵 好 但請教 宇將軍 這個亡黨感 在這次的黨主席選舉裡面 是不是真的開始讓這個 氣江保朱的這個氛圍 已經開始發酵了 而且據說呢 剛剛這個一輪這樣聽下來 其實大家都對這個朱立倫 這次能不能選上黨主席 看起來不太好 感覺他不太妙 尤其是黃副興黨部裡面 據說現在是不是 比較多數的人 是支持張亞中的嗎 那將軍 你怎麼看這個張亞中的崛起 跟這一次張亞中 是不是真的很有可能出現 其實從八月份開始 四個人宣布要參選的時候 沒有人認為朱立倫會有危險 他是一定當選的 因為朱立倫起跑得很早 他一年前就開始各縣市佈裝 跟所有想要選舉的 這些黨內的同志 都已經有一定的默契了 所以說其實基層的這些 有些想要參政的同仁 是支持朱立倫的 那但是呢 沒有想到殺出了一個陳曉金 叫做張亞中 張亞中從來都不會是朱立倫的對手 不要說對手 連想都沒有想過 他只認為只要碾壓過江啟成 他就OK了 而且他一定是過半 非常漂亮的碾壓 他才會成為一個優勢強力的黨主席 可是想不到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被這個殺出來陳曉金 這個張亞中 一下子整個打趴打亂了 因為大家可以觀察到 朱立倫從八月開始的時候 從來不接受任何網紅的邀請 什麼小網紅 我沒空 我要經營基層 我要走組織 他從來不參加 就連廣播都不去 廣播電臺邀請他上來講講你這個參選主席理念 朱立倫說 靜蟹不敏本人很忙 還有把人家傍叫過 人家都很生氣的 真的假這麼爽 還有傍叫過 人家很生氣 那但是呢 張亞中來者不去 管理是三千人 五千人 一萬人 兩萬人的小網紅 我都去 而且不收分文 那小網紅多高興啊 衝流量啊 張亞中來了 突然間發現 他超敢講的 這個教授沒有不敢說的 國民黨的那些糟糕的事 那些被人家詬病的事 全部被他點出來 他不叫哪壺不開 提哪壺啊 哪邊流血捅哪邊啊 所以他捅得很用力 超用力的 捅下去之後 哇 突然間江啟臣發現 哇失血了 對不對 朱立倫還在跑行程 血褲沒了 整個血褲都漏血了 所以怎麼辦呢 趕快來踩煞車 可是所有的小網紅 已經不歡迎你們了 他只歡迎這個 張亞中 他太敢講了嘛 所以現在朱立倫開始 主動找人家去協調 欸欸欸 可不可以訪問我啊 換我了吧 換我了吧 可是呢 那個流量 你看你會嚇死 昨天晚上 同一個時間 兩個網紅 一個訪問張江啟 一個訪問朱立倫 一個訪問張亞中 張亞中的流量 你知道是朱立倫幾倍嗎 幾倍啊 六倍 六倍啊 天啊 張亞中的流量 一個小時之內 同時觀看了將近破萬人啊 江啟臣還不到一千 這個朱立倫 朱立倫不到一千 這就是因為 你講得太文周周了嘛 人家問你說 欸主席啊 你說這個張亞中是紅統派 你有什麼樣的證據 還有什麼利潤基礎 那朱立倫就回答的 就就是我們都不用去有任何的意外 一般的國民黨的這些黨員會怎麼回答 朱立倫就怎麼回答 沒有意外 可是你問張亞中他多勁爆啊 人家說你紅統 你有什麼樣子可以幫自己辯護呢 紅統 難道統一中華民國是有錯的嗎 你來你來這個糾正我 我還把我自己送到那個選舉監察委員會 去叫他們審我 國民黨中央不敢審 對不對 只准啟程 立倫放火 不准亞洲點燈啊 哇這講得多爽啊 那上面的人就高潮啊 講得好啊 講得好 我管你國民黨 2020會不會贏啊 2022會不會贏 我管你縣市長會不會贏 我爽就好 那是這就是藍深藍的基層的感覺 就是他們非常痛恨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實在是 他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 我們想要的黨嘛 可是呢 他們更痛恨現在當權的國民黨中央 這種痛恨的程度 跟痛恨蔡英文是並駕齊驅的 這麼嚴重啊 並駕齊驅的 所以說他們我選張亞中的目的 就是把你們這些權貴 這些將綱文化 這些密室協商的這些角色全部換掉 換掉國民黨才有希望 這就是為什麼張亞中可以興起的原因 那你說朱立文有沒有希望 那朱立文完了 不要太緊張 有希望 還是有希望 朱立文真的有希望 但是贏的不會那麼漂亮 我為什麼說他有希望呢 國民黨是一個這個基層結構 非常緊實的政黨 就是真正他對於國民黨黨務有興趣的人 不多了 大多數都是沒興趣 就是我參加黨員 我被你拉入黨 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我們很麻糬吧 我做個業績了 缺兩個黨員 你幫我入黨 就是入黨之後 再也不關心黨務了 管你國民黨主席是誰 管你國民黨推出誰選總統 那不重要 我只是跟你很好 我麻糬 我給你做個業績而已 這種黨員很多 而且都是年輕人 所以說為什麼說40歲以下的黨員 只有3%可以投票 為什麼只有3% 不交黨費啊 他不願意交黨費啊 我曾經當過黨的幹部 我去收過黨費 我去收 我說拜託這個時間到該交黨費 我為什麼要交 為什麼要交 我說你是黨員要交黨費 當時是那個誰叫我加入黨員 說你找他收 我怎麼找他收啊 所以大多數40歲以下是不交黨費的 那哪些人會會交黨費 就是那種不要交黨費的人 65歲以上 入黨超過5年65歲以上的人 他不用交黨費 他是終身黨員 那這一票人以誰居多 黃富星 黃富星的這個 因為平常可能是為保衛國家嘛 這個積善積德 所以都活的特別久 命都很長 動輒都可以活到百歲 所以說黃富星的人 他不用交黨費 他都有投票權 那張亞洲呢 他的口味 剛好對了這群人的口味 這65歲以上的長輩 他佔了這次投票權的70% 有70% 所以說他可以抓到這些 但是我為什麼說朱立倫不要緊張呢 朱立倫的基層黨員結構 抓得很緊 就是如果我當選了 你可以選縣長 你可以選市長 你可以選議員 你可以選里長 都喬好了 那不要多 每個里長 縣長 市長 幫他拉20個30個黨員 他就贏了 所以朱立倫搞的是 國民黨的組織戰 那張亞中搞的是什麼 熱情戰 就是勾起國民黨的熱情 那這鹿死誰手呢 我覺得禮拜六就知道了 但是就問一下這個冯孝兄 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 而且還是這幾個人在選 竟然可以打到史上最難分難解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難啊 可是光晴剛講到了 連中秋假期的時候 江啟臣他都沒有在歇息 為什麼 我如果歇了 我真的被你氣得乾乾淨淨的 我下次立委我還怎麼選啊 更不要講什麼台中市長 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啦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確實哦 各項狀況看起來 都對朱立倫是蠻不利的哦 那朱立倫到底勝出的話 還能夠靠什麼 你怎麼看今天這個戰局啊 我一直對這個八字 這個蠻有興趣的 這個小有研究 各位有誰知道我們小英總統的八字啊 這麼好命啊 颱風明明要來 到台灣轉向了 然後明明說 2022可能是這個民進黨的一劫 沒想到出了一個張亞中 看來小英總統又得救了嘛 我告訴各位啊 我在國民黨是這個老國民黨員啊 我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也待了一段時間了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局啊 你看上一次總統初選 國民黨總統初選 朱立倫排第幾啊 是啊 所以你要知道說這一局代表什麼 朱立倫沒有希望 當選的是張亞中 大家做好準備 對不對 國民黨做好準備 沒有民進黨啊 你不要去買鞭炮了 現在禁止放鞭炮 對不對 這個 但是說實在 誰都沒想到 會出來這麼一個 這麼一位很特殊的人物嘛 對不對 那麼張亞中的異軍突起 事實上就代表了 國民黨 他就異形化 為什麼說異形化 全世界沒有哪個黨 平均年齡這麼老大的 然後 全世界沒有哪個黨 決定他的黨主席 決定他的總統候選人的 是這麼一批 跟主流社會完全脫節的人 只有國民黨 所以他是異形化 過去國民黨幾十 百年歷史啊 沒有出現過這種狀況 現在出現這種狀況 說實在 這個 你根本沒辦法解釋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黨也是一樣 對不對 怎麼會 真的 怎麼會 你看 當初 這個總統 誰也沒想到 會是韓國瑜 對不對 然後國民黨裡面 很多有勢之勢 也在那邊忧心了很 紛紛搖頭啊 選不下去的啦 選不下去 對不對 會刪輸啦 記不記得 多少人在講 這樣搞會刪輸啊 沒有用啊 韓粉就是 韓粉基本上這個心態叫洩憤 洩憤 對不對 一度是大便 要洩憤 為什麼一度是大便 韓粉裡面有很大一部分 特別是國民黨裡面 黃金黨部什麼 都是退休的 這個職業軍人嘛 對不對 我也是職業軍人 對不對 很多都是我同學嘛 對不對 我們軍校過去 在國民黨手下 是真正的黨軍學校 我們所有的 你沒有入黨 你逼不了業的 對不對 所以滿腦子就中黨愛國思想 這個是光明堂皇的一面 讓他們最大便的是什麼 你這個小英把我的這個退休奉 給砍了嘛 對不對 這比什麼殺父之仇 奪妻之恨 還恨啊 對不對 真的 所以說你怎麼跟他講 聽不進去 對不對 什麼他也不是為黨 為什麼 就是要卸憤 把一肚子大便 借到任何機會 能噴就噴 所以誰幫國民黨卸憤的 他就支持誰 至於說結果會怎麼樣 在所不論 就是要給小英總統難看 沒想到最後給自己難看 沒想到最後 會再挖了國民黨的坟 上一次韓國人選舉的得票 就是未來國民黨在總統的 總統選舉裡面最高票 最高點 再也衝不到那一點 所以我說 小英總統是不是好命 他這一搞以後 2022國民黨地方選舉 你怎麼選啊 所以說他們在急 但是急的是誰 跟自己厲害有關的在急 對其他國民黨員來講 看戲而已嘛 關我什麼事啊 對不對 而且你看 現在跳出來支持朱立倫 他有什麼票啊 都是什麼 都是小縣 對不對 大的都會 新北 侯友宜跟朱立倫這麼深的關係 侯友宜堅不表態 台中市 他也不表態 為什麼 這代表說 國民黨現在完全新黨化 新黨在什麼地方有票 都會區有票 所以說 這些都會區的大咖 不敢表態 你表態的話 會傷到你 哦 所以說他們就 只有大密護帳 那麼只有說 地方的那些 本土的縣 那些 本土的縣 本來 人也少 黨員也少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狀態 對 不要多久 明天後天 投票 大家拭目以待 那就是一個國民黨 一個新局面的開始 我們覺得說 國民黨越來越有戲了 對不對 這個當然 對我來講 我覺得說 非常遺憾 因為說實在 就台灣的民主政治 健康發展 台灣需要一個 忠誠的反對黨 而且我對其他政黨 我會給你一個建議 你千萬不要忘記 你一定要先是一個 忠誠反對黨 你才能夠成為一個 真正有希望的在野黨 如果你不是一個 忠誠反對黨 背離了台灣的主體 背離了台灣的主流民意 坦白講 就算你一時得利 也不能長久 所以今天我們看這個狀況 我們大家都可以開始 倒數計時 為國民黨倒數計時嗎 不過另外提到 這個中國的這個暗黑招數 真的還包括了CPTPP嗎 台灣的這個宣布申請 要加入CPTPP 來正面對決 上個禮拜也提出申請的 這個中國 那這個有媒體就報導 台灣這一招背後 其實是有美國的力量 那除此之外 在中國的部分 也有外媒報導 原來習近平為了這個搞亂 這個CPTPP 他早就策劃了三百多千啊 敏寬 這次到底情況如何 後面要來做判讀喔 但昨天晚上差點失控 為什麼呢 美國德州參議員 他叫克魯茲 去美國非常重要的 政論性節目喔 一坐下來 那些名嘴第一件事情 問他 中共飛機 飛到整個台灣的一個 旁邊的上空了 而且越飛越誇張 克魯茲參議員 這件事情你怎麼看 克魯茲說 這件事情我們都在研犯當中 你知道昨天出了什麼事嗎 什麼事啊 昨天為了一個CPTPP 居然24台軍機來台 你說這不是百名在霸凌我們嗎 真的 真的是太誇張耶 為什麼呢 這個是完全就是二鄰居 秀拳頭 為什麼呢 他是一套又一套 外交部先說 說什麼呢 說台灣地區 絕對不可以加入任何國際組織 第一個 我們不是台灣地區 中國大陸 從來沒有一天管過我們台灣 這個我們要說清楚 但是呢 飛機真的來了 真的是霸凌 那當然大家都很累 但現在呢 全世界都在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情 包括德國 包括新加坡的領導人 都已經出來說了 你們不要假戲 哪一天玩一玩 真的做了 為什麼呢 因為萬一插槍走火 會非常麻煩 現在談CPTPP 中國這次突然間說他要加入 大家本來是預期之中 但這完全是喇槽 怎麼說 等一下跟各位說 為什麼是喇槽 他現在連WTO能不能夠呆住 都不知道 等一下跟各位說 這是很複雜的一個什麼談判 但重點是在於什麼呢 拜登這一招 現在來到這裡 有點進退為股 為什麼呢 CPTPP的前身叫做 跨太平洋貿易協定 他叫TPP而已 前身是歐巴馬開的路 但是川普這個人 他就比較天才 他就認為呢 他要做整個排他主義 他要做整個 他叫做 所謂的孤立主義 他就把他給扔了 那扔了之後呢 好不簡單 拿著一個 既馬兒子 這個黃金小孩 怎麼可以把他扔掉呢 請日本先來代管 所以這個來龍去脈是這樣 那漫漫長路這一招呢 現在美國他說要重返 英國他說要加入 先說中國要下入CPTPP 過去台灣兩個人結婚 強調什麼呢 門當戶對 什麼叫門當戶對呢 經濟的實力 讀書的程度 開支消費 大家有共同的一個觀點跟看法 那兩個人之間呢 這個叫雙邊協議 那我問各位喔 一個國際協議 一對一一對二一對三一對四一對五 這麼多國家法規要不要同步 策略要不要同步 很多的思想方面要同步嘛 你不能夠說 我今天用的參考書 都是用正版的 他的國家說 不好意思喔 我們這裡沒用正版的 我們這裡都盜版的 就好了 自己都去copy 各位這樣行不行 不行嘛 所以先跟各位說喔 CPTPP叫做多邊協定 這多邊協定是有他的核心價值的 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你不可以做人口販運嘛 你不可以奴役勞工嘛 那新疆問題怎麼辦 對 智慧財產權問題 各位智慧財產權問題 你中國動不動 就偷人家的智慧財產權 這要怎麼說 補貼問題要怎麼辦 國際禁運問題 之前不是說過了嗎 就跟你說華為 不要把你的通訊產品 運到北韓 運到伊朗 你還是運啊 所以這些問題 能夠解決嗎 中國沒效能解決啊 基本上他沒辦法解決 然後再來 談到第二個核心問題 目前對於蔡英文總統來說 我說剛才喔 彭夏大哥說 蔡英文總統八字很重 小英總統的八字真的重 因為他八字我知道 但是 但是我要說一件事情是 就是這麼剛好 為什麼這麼剛好呢 為了台灣的未來跟歷史定位 又請你知道嗎 台灣WTO的談判 是蔡英文總統 那個時候還是技術官僚 他去談的 那現在這次的CPTPP 為什麼在他的手中 他希望能夠趕快通過呢 因為他要幫台灣的未來跟下一代 去把整個過去的貿易的障礙 通通翻開 所以我們為了CPTPP呢 目前已經修了九個法 後面還有四個法在修 那五個法不用修 是因為做滾動式的修正 那什麼叫滾動式修正 這邊很細 我不要講那麼細 就是我們基本上 對於CPTPP是有準備的 有準備之後 向日本提出申請 然後跟各個會員國說 我們要來了 我們要來了 希望你能夠准許我們加入 所以我們是按照正常申請方法 那今天中國大陸呢 中國大陸根本不管嘛 今天中國大陸他就是我要加入 那重點是能不能加入呢 那你們說 這個方法其實說句實在話很粗糙 但是呢他粗糙 粗糙習慣啊 中國加入世貿二十年 我先跟各位說 中國加入世貿二十年 其實有太多的事情 當初中國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但是他本質上根本不會過 所以用什麼呢 用觀察國 為什麼用觀察國呢 因為你的經濟體太大嘛 大家希望說能夠開一個小門 讓你進來 但是那時候呢 總共有二十九項的特別條款 希望你以後能夠一個一個通過 那又起我跟你說 過了二十年了 他二十九個條款 通過幾個你知道嗎 幾個啊 通過十一個 十一個一半都不到 到目前還有十八個沒有通過 所以他的通過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包括六十三趴是未兌現的 那這裡面呢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 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電信自由化有沒有 沒有 網路自由化有沒有 沒有 配額可不可以 不行 藥物可以嗎 不行 交通事項 對於中國來說 中國所有的鐵路 通通是他們家的 沒有別人可以來做 所以呢 這個有所謂達到所謂的一個 互惠性的貿易嗎 也沒有 智慧財產權有沒有 沒有 外資來到你們中國 可以做獨資企業 有沒有 沒有 沒有一向行啊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最後要進總結 中國之前加入世貿 人家說你們國家太大了 經濟體太大了 這麼多的一個勞工 好啦 開個小門你就進來 但各位 本質上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那目前本質上沒有改變 你補貼沒有改變 不當競爭沒有改變 自由經濟 八字目前都全無一撇的情況之下 連WTO這個地方都岌岌可危 你還要來加入CPTPP 新疆的問題可以解決嗎 禁運的問題 智慧財產權 所以呢 他根本不管 那現在最大的麻煩是 我們要比他快 為什麼要比他快呢 因為讓他進去了 會員國有投票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麻煩 好我們現在回頭來做一個最後的總結 現在對美國來說是 我現在忙得要死啊 對 但現在呢 中國去加入CPTPP 就感覺是 中國去要求美國來加入一帶一路 那種感覺 所以雙方其實旗艦是很大的 所以為什麼各會員國對於台灣的態度 比較友善 因為 對 小英總統已經說了 我們要修九個法 四個法要代修 多邊協議要高度罰規的一個磨合 但 但 中國的態度一直高高在上 很難扶重 那時候他的態度有沒有高高在上呢 先說我們單單把票送出去而已 二十四台軍機他就來了 所以目前日本歡迎台灣的一個申請 但日本跟你說 中國你們要申請 你目前的資料 還在確定當中 那資料能不能夠確定呢 我只可以跟各位說 沒有辦法確定 為什麼呢 因為 法規不改 制度不改 永遠都是高高在上 對中國來說 要加入CPTPP 他連條件都沒有辦法符合 不過還是問一下這個佳榮老師 其實台灣這個申請 這個加入CPTPP這件事情 受到國際間的這個關注 當然一個禮拜前 中國也突然出手了 那中國出手 他這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事實上 包括了這個紐約時報的 這個專欄作家也講 這個戰場 美國怎麼可以把它丟掉 這個是最有 這個可能給中國來利用 這樣的一個這個戰場 所以呢他們說 甚至呢華爾街日報也講 當初美國的退出 就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也因此 現在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台灣現在呢 這個提出了這個申請 事實上背後 是有美國包圍中國的這個戰略在裡頭的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在這個中國的部分 那習近平也傳說他準備了三百多天 就是要提出這個申請這個加入CPTPP 那習近平背後的盤順又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真的有包含整個美中大戰略在裡面 我先講重點 中國要加入CPTPP一定不會過 一定不會過 一定不會過 那根本的理由也不用去講個別的這個 微觀層面的理由 比如說你對別人有關稅 你對別人有貿易障礙 這些都不用講 講一個東西就好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世界貿易組織 那任何其他的貿易組織 如果條件比世界貿易組織低的話 不行嘛 那一定是比他高一點嘛 不然的話 你就是比照世界貿易組織就好了 幹嘛 要額外成立一個組織 所以這個CPTPP肯定在某些地方 規定的更嚴格一點嘛 是 那我們就要去追究一下 這個總而言之中共這次申請 他是軸了三個人的道 他上當了是吧 第一個是臺灣 第二個是美國 第三個是英國 我現在講給你聽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就像剛才明寬講的 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 是以開發中國家地位加入 為什麼 因為他 因為世界貿易組織 是市場經濟體的國際組織 對 那中國經濟當時還不具備 市場經濟體的地位 沒有取得這個認定 所以呢 美國這個 換換一點是什麼 就是給你15年的時間 你答應承諾做結構性改變 對 然後呢這個改變的那個 條例都列出來 哪些地方你要改 中共全部簽下去 所以才讓他進來 然後呢15年之後 就是2016年年底到期 美國一看很多東西都沒做嘛 對 就是沒有沒有履行承諾嘛 對 所以美國開會決定認定了 這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的話 拒絕 不給他這個認定 歐盟也跟著開會 正式做出一個決定 也不給中國市場經濟體的認定 那你沒有一個市場經濟體 這個地位的認定 你加入其他國際貿易組織沒有用的 我們光是憑這一條就拒絕掉了 對 好那你看 你說下個年度的新加坡馬來西亞 說歡迎中國申請 當然 因為他們都知道不會過嘛 所以我講一個門面話嘛 禮貌客套嘛 我沒有反對你喔 那你不能過我也沒辦法 對對對 是這個意思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不會過 那你現在WTO你都準備要被 就是美國要處理這個問題嘛 你當初答應的沒做到 你照理說你就不具資格留在這裡面 那美國要怎麼把它開除出去 現在有一個新招 就是美國曾退出以後 先要求他改革 不改革的話退出 就像美國現在不是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嘛 退出之後 美國另外成立一個國際組織 然後明白講出條件 市場經濟體的國家才可以加入 那台灣是台灣加入 中國不是中國不能加入 這樣變相把中國排除出去 是這樣子 然後現在這個規模縮小 變成一個環太平洋的國際貿易組織 國際經濟組織 然後台灣市場經濟體可以進去 中國不是市場經濟體不能進來 就變相了在亞太這個地區 太平洋這個地區 先來搞一個小WTO 這個CPTPP的作用在這裡 變相的把中國踢出去 因為那個WTO已經被美國廢掉武功了 美國不去提名那個貿易仲裁的法官 所以WTO現在很難做貿易仲裁 因為法官不足 等於美國把它等於攤換掉 廢了 所以要另外成立一個國際組織 然後美國就拿這個CPTPP等於是環太平洋的一個小WTO嘛 小號的那個世界貿易組織 整個是新的組織 然後台灣要進去 然後中國不能進去 都講好的 所以現在我們看這個表面 就是說這是一場外交遊戲 外交角力戰 那對台灣來講是錦上天花 因為台灣的台積電的那個競爭力 蓮花科紅海這個競爭力 不是靠這個嘛 台灣的軍事科技將來會增加很多國防預算 對不對 台灣會軍事上會增強 然後科技的實力增強 不是靠這個嘛 但是呢 加入這個的話 對台灣來講是更大的國際空間 這個是錦上天花這樣而已 那你看澳洲會跳出來 這個都是一票否決 澳洲為什麼 你關稅還在課嘛 你對我課報復性關稅 那台灣的話到時候也說 你對我水果還在設限嘛 那這個都是細節啦 這是理由啦 但是真正的理由 最大的理由就是 你根本沒有取得市場經濟體 這個地位的認證嘛 就完了嘛 對 所以他現在忙了半天 他的目的就是卡位 就是卡住台灣 那對美國來講 他就是要再重新塑造國際經貿秩序 然後WTO不行 廢掉另外成立新的組織 但是不用全世界 弄一個小號的 就是這個啦 CPTPP 所以現在是日本當主席 其實日本如果要我們加入的話 早點跟我們講 不用多到九月嘛 我們應該早點加進來嘛 所以這個時候是銜接著那個 美英澳那個三國同盟來的 澳洲現在變成說分量很重 但是澳洲人口才2500萬 跟我們台灣2300萬差不多 現在澳洲要花660億美元去買 那個八艘的核動力潛艦 我們的國防預算可能才不到200億美金 澳洲都可以拿這麼多錢來做國防 我們台灣不是應該跟進嘛 而且那個核子動力潛艇是防守南海 甚至於到東海 等待防守台灣 所以美英澳三國同盟最大的受費者是台灣 然後最大的苦主當然是法國 可是他有沒有注意到 那本來是五眼聯盟 現在為什麼變成三眼 因為兩眼被漏掉了 拿兩個 加拿大跟紐西蘭 那為什麼這兩個漏掉 因為他們也是 想要從中國那邊拿好處 有點曖昧的 法國為什麼這一次被教訓被修理 也是搞曖昧 對啊法國德國那邊 都想跟中國親善做生意嘛 那美國英國如果要 讓取消澳洲的訂單的話 打個招呼這個沒問題嘛 為什麼不講 為什麼把法國激怒 純心教訓法國 所以美國英國這個聯盟 一方面教訓的那些親中派 二方面呢 把這個澳洲地位拉高抬進來 三方面的話 方方面面再防守 從東海台海到南海 這個第一島鏈 這局面很清楚 那習近平做這些 算是垂死前的掙扎了 沒有用 已經是垂死前的掙扎了 好 不過為他這個東好了 我們要申請加入CPTPP 其實很多人非常的期待 當然 這個負面的影響也是會有的 這個本來就是這個利弊得失之間 我們去做一個權衡 可是國民黨大罵 說我們為什麼突然這個丟出來說 我們要申請加入CPTPP 那是因為看到中國 比我們先加入了 所以呢 這個蔡英文政府才急了急救張的 趕快說我們也要 是這樣嗎 然後呢現在我們看起來呢 連中國自己的學者都說 台灣說實在的真的 比中國有資格加入CPTPP多了 好 可是國民黨講 那你們是用這個台風金馬 個別關稅的名義加入的啊 哎呦你們以前這個民進黨 在批評國民黨這個沒有國格的時候啊 羞辱國格的時候 你們現在怎麼那個企業沒啦 這樣講有道理嗎 先講這樣 台風金馬關稅領域 是我們在加入WTO的時候的名稱嘛 我印象中民進黨沒有針對這一條 有過任何意見 我印象中我們那時候跑戰車的時候 在這件事情上來講 我記得沒有沒有批評過這件事情 大概有批評的大概是指 WHA的那個會議裡面 那個邀請函必須要經過中國 再轉到台灣來 我印象中這幾年主要是為了那件事情 然後還有比如說奧運的事情 可是那是奧委會 那個是民間組織啊 不是完全是政府的 所以你回過來看 其實國民黨應該要等到明天晚上 才知道他到底誰當老闆啊 所以國民黨可以暫時先跳過 因為國民黨內亂還沒結束 那你回來看CPTPP這件事情 我介紹一個日經 日經新聞網他有一篇文章 可以找一下 其實中國確實比我們早 差不多一個禮拜提出 那他也是他還是有些準備 他不是完全沒有準備 大概在九個月以前 他們那個時候就已經在講這個 習近平跟李克強都有在談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 這另外一個角度 因為美國沒有加入 對 他的前身是TPP 最早的時候是美國在主導 對 那美國到目前為止 因為他的內部經濟 還有他內部的就業機會的總統因素的考慮 他到現在 在CPTPP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他也沒辦法動 那我們是一直都要加入 爭取加入這件事情 為什麼 這個很基本的數學 現有的CPTPP佔全球的貿易總額就是13% 然後今年年初英國已經提出加入了 英國是 等於說如果他通過的話是第12個成員國 他加進去的話就佔了16% 那我們是萬貌導向 是 所以很清楚 對我們的科技產品對很多領域方面會有幫助 沒錯 可是對於一些這個農業跟其他的 是會有影響 是會有影響 他不是那麼好談 雖然你先做了這個 先做了一些非正式諮商 但是還有很多細節是未來 他不是今天提出申請 他不是今天提出申請到年底就過了 沒有這種事情 那個過程很久 好那你再回來看中國的這首期 他當然要搶在台灣之前 為什麼 因為明年的輪子主席是新加坡 後年是馬來西亞 那新加坡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經講過 對台灣加入CBCC這件事情 除了成員國之間的態度之外 還有一個要考慮到中國的態度 所以今年是日本主導要趕快 不過這也不是說輪子主席就可以決定的 當然會有點影響 但是對中國來講 對北京來講 最大的戰略性的考慮是 要先搶在美國之前進入 因為簡單講 美國大概是19兆 19兆20兆美金的GDP 中國加日本 差不多就等於美國 因為第二大第三大 然後呢澳洲也在集團體裡面 加拿大也是集團體裡面 所以這些總 你想想看喔 如果這是一盤棋 最初是美國歐巴馬總統 誤的局 對 川普 其實也不是川普啊 包括西亞瑞在跟川普 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兩個人都認為要退出 為什麼 就業機會 OK 所以現在變成是日本第三大經濟體做老大 如果中國在未來的兩年可以加入的話 整個CP、DTP勢必會向中國請協 因為馬來西亞跟中國的關係也很密切 那新加坡 我剛才講的這個李顯龍的第一句話就是政治考量 中國因為他知道中國要加入 所以對台灣要加入這件事情來講 他才會講出那句 除了會員國之外還要考慮到中國的因素 好 那你待會兒來看 那你待會兒來看 他目前加入裡面 他中國的困擾一定很多 這以前大家都講過了 他跟澳洲的那些 那些懲罰性報復的那個貿易措施怎麼辦 對 澳洲也是會員國 他跟加拿大也有 那所以他未來要談的事情很多 更不要講說 其實因為最近大家都會很流行講恆大恆大 恆大危機 他的政府補貼國有企業 或政府補貼特定企業的問題 這個要透明公開 而且CPTTP對這方面是有禁止的 也就是你的補貼政策是不能濫用的 那中國在這塊怎麼辦 他要怎麼公開 他要怎麼透明 所以他的路還很長 對我們來講 兩邊都有時間壓力 也都有很多題目要談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有農業保護的問題 我們對我們農業是保護的 所以他 你在看這個事情來講 我為什麼說可以不用管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只是跟你講很政治口號 他一點意義都沒有 沒有任何意義 國民黨不是不懂 可是因為他輸不起 他只想要仇恨 所以國民黨不管換誰 張亞中李亞中 朱立倫 陳立倫 什麼人都一樣 他就是先搞仇恨嘛 那我們就先等國民黨亂完了再說 可是對台灣的來講 我們有很多很多前進的腳步是不能停的 就你必須要很勇敢去面對那些問題 然後怎麼樣去說服社會大眾理解這個事情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過我們還是要來看 這個中國本來昨天傳出來說 恆大的問題要解決 怎麼解決 就是把恆大一拆為三 把它變成國際 結果一聽到要變成國際 昨天恆大不是這個股價飆漲飆翻天了嗎 今天突然來個大轉彎 所有人都被摔出去了 現在中國說他現在不但不解決 而且還叫地方政府你們自己 這個準備好好迎接這個瓦解的這個恆大吧 你怎麼看這個敏寬 這是後續的影響是什麼 昨天晚上美國恆大的ADR突然間崩跌 我就知道事情不太對了 那今天早上一起來 恆大沒有複習 那沒有複習就確定一件事情了 就代表說他的財務缺口正在擴大當中 那這件事情是這樣 你欠人家錢 你只要沒有複習之後呢 後面都不用說了 信用破散了嘛 所以呢這個消息 目前大概是可以確定的 第一個就是消息天天在做變化 那因為每天消息都在變 昨天香港股市 哇多整個欣欣向榮啊 所有的金融股頭在噴耶 結果呢想不到後面呢 不是跟大家想的都不一樣喔 但是中共的中央 現在已經拜託地方跟國企要做準備 為什麼呢 第一個會有動亂 第二個國企的部分的話 要開始來做後續的一個接收 所以目前的判讀呢 大概是什麼判讀呢 目前的一個判讀就是說 狀況呢可能會開始開始做崩解 會開始慢慢的做崩解 那崩解完了可能很多人會說 哎呀這樣嗨呀嗨呀 崩解不是事情完蛋了嗎 先跟各位說千萬不要這麼說 在整個法律上跟國際事件上面崩解是下一波解決的一個開始 但可以確定一點是 股價談了一天 美國跟香港的股價最近又在崩喔 那後面的狀況會如何呢 現在喔有實力的摩拳擦掌 那沒實力的要這地方坐著哭 最辛苦的是什麼呢 最辛苦的是那些非法吸睛的 那些做整個投資商品的大概是有去無回 但是外資商品會怎麼走呢 我們一來談喔 第一個恆大現在怎麼辦呢 第一個老闆跑了嘛 現在許家印就說 這件事情我撐不起了 我不要再去當整個聯盟主席了 所以許家印他已經跑了 第二個股東是誰呢 第二大的一個股東他叫做華人自產 華人自產他說那我認賠可以吧 他就把所有的股票通通低價賣掉 據說賠了台幣358億 這個是報紙上說的還在確定當中喔 那既然事情鬧這麼大 當然有苦主嘛 好多外資好多的外資 其中包括了像匯豐啊瑞銀啊 這個都是苦主喔 投資方 結果這次出現了一個苦主 讓大家嚇一跳你知道嗎 日本養老基金 為什麼呢 日本大家都知道 日本為了要進入老人化嘛 那日本養老基金有的是錢啊 他們在全世界都在找那種 所謂的固定收益 那為什麼呢 老人家越活越久啊 總是要很多的基金來做整個資源 所以呢 當初怎麼會瞎了眼睛去買了恆大的一個所謂的高收益債 所以他成為第九大的苦主 哎呦不得了 日本的養老基金成為第九大的一個苦主 那目前日本野村已經說了 我昨天有跟你說過嘛 如果人家已經不能談了 後面 來跟你說五賠一四賠一 談不談 談啊 拿多少算多少啊 是啊 所以日本野村他已經預測了 他就說 他們預期喔 外幣 外幣 以外幣為匯率的 日元為匯率 歐元為匯率 美元為匯率的 外幣的 大概會賠七十五八起跳 也就是說 最好的狀況 是四賠一 但是萬一呢 是五賠一六賠一 那就大家自己看著辦吧 那到底情況會如何呢 現在呢 很簡單 中國他們有一句話很有名 這句話我們台灣人可能比較難想像 但中國這句話常常在找 他們說什麼呢 讓子彈飛 讓子彈飛 什麼叫讓子彈飛呢 情況越糟 天下大亂 情況大好 所以呢 當他沿路一直燒 後面大家畫 所以外資的這一塊 這個還要再談了 但現在呢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錢的厲害的眼睛都已經亮了 你知道為什麼眼睛都已經亮了嗎 對於整個天空盤旋的突嬰來說 下面的戰場 屍體越多 他越有力吧 所以呢 很多人會想說 那個恆大可能旗下的一個資產 都是一些不重用的資產 錯 恆大很多資產 值錢的不得了 我們現在看這棟 這棟在香港 結果這棟 恆大香港總大樓呢 一說賠售而已 馬上賣掉 馬上賣掉了 其實我去看他的地點 他看他的地點 其實這棟樓378億台幣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這麼大一棟 而且重點是 香港最棒的一個地方 最好的一個地段 這麼大一棟又蓋好了 你只要把上面的圖換掉 把這個名字換掉 又齊 你要開個保險公司 開個銀行 換上去馬上可以用 真的地點好 對啊 所以恆大現在就最大的問題 就在這邊 恆大目前擁有1600個工程 那現在呢 BBC他就開始做一個推論 推什麼呢 他就說 那恆大現在如何離場 是 怎麼離場 第一個就是很狼狽的離場 很狼狽的離場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第三個是整個政府來做接受 但是狼狽離場嗎 我覺得目前對於中國政府 可能不太允許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政府 他現在兩個招牌 已經打出來了 哪兩個招牌呢 他第一個就說了 我們目前對於善良去買房地產的人 我們要保護 第二個說什麼呢 對於善良的外國投資方 我們要保護嘛 所以野村才會說 不太至於會所謂的全部報銷 現在重點是看賠多少 但是對於國內的地產商呢 國內的地產商可以分啊 我有些可能地方只是挖地基啊 有些還在蓋啊 他並不是不能夠完成的啊 所以呢狼狽 政府接手跟有序擋壁 目前在推是推在在下 但目前呢 全世界的吵架 全香港的吵架 本來是摩拳擦掌喔 但是怎樣我跟各位說 香港吵架這時候突然間縮手了 為什麼縮手你知道嗎 他們自己有更大的問題 但是現在很多全世界的有錢高手 都在等恆大倒 為什麼呢 剛剛不是說嗎 恆大有一千六百個工程對不對 這當中單單造證 中國做任何事情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個重要的關鍵就是要政府允許 那政府允許呢 他會有一張批文給你 你有這張批文 你就天下無敵了 為什麼呢 你有政府的一個批文 你就能夠去貸款 你就能夠中間做很多事情 簡單的說政府幫你蓋章做的批文 你就要開始發財了 那目前呢 恆大有一百四十六個舊改 舊改是中國大陸的名稱 我們台灣叫都庚 叫都庚 值錢 值錢 在各大省份最好的一個地段 據傳啊 這個是香港報紙寫的 因為這一百四十六個我要去找 真的找不到 我們台灣的媒體可能沒有辦法 單單這一百四十六個都更值八兆台幣 八兆台幣 所以他很多可能就是過去最精華的地段 或者是軍軍或什麼的 過去是停房 推掉通通蓋新房子 但現在恆大他有財務問題啊 那現在最重要的在哪邊呢 目前恆大有幾個重要的 包括中國恆大 恆大物業跟恆大汽車 現在對於所有的人 最著急的人是什麼你知道嗎 所有人最著急的是在於這些吸金的 所謂的綁在整個聯動上面的投資型商品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這個商品沒救了 沒救了 當然沒救了 為什麼 這個本來就是高風險商品啊 這個高風險商品 你要運賭要服輸啊 所以呢 對政府來說 政府有政府的想法 對地產商來說 地產商有地產商的想法 但是對於投資方 投資方我如何保全我的資產嗎 對投資商品歸零 過去的慣例過去 我對不起啦 我小弟的資歷比較短了 只有二十幾年而已 我過去看到所有的投資型商品 只要是高風險的 通通歸零 所以投資方這種所謂的吸金式的 投資商品應該都歸零 那剛才不是跟各位說嗎 很多有錢的 都要買大樓 都要買這些所謂的一個舊改啊 為什麼突然間收手你知道嗎 為什麼啊 因為大家突然間發現 舊的口號又出來了 什麼口號 就是分土地分田產搶地主 共產主義在這個地方呢 已經又伸手下去了 為什麼伸手下去呢 最近共同普遇已經殺上香港了 那殺上香港的過程當中 他居然叫香港這些大地產商 你知道要幹嘛嗎 捐地 捐地又來了 捐地呢 你捐了 如果說捐一次 後面沒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要你捐一次捐兩次 捐三次 源源不絕地捐 後面這件事情如何是了 所以前幾天 港股曾經有一天大跌一千點嘛 所以包括了長石集團 新地恆跡信和新世界 一天蒸發了三千億的一個台幣喔 但現在最恐怖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特首林鄭月娥他居然威脅 怎麼威脅呢 他就說呢你們這些香港的超級有錢的地產商 如果說不好好聽話 不好好配合政府的一個政策 你們的土地可以公權收回 怎麼威脅呢 他就說呢 你們這些香港的超級有錢的地產商 如果說不好好聽話 不好好配合政府的一個政策 你們的土地可以公權收回 還有這種事 由公營來做開發 我再跟各位說一次喔 對我們民主國家可能很難想像 但是呢 共產主義這就是他們的方法啊 標準這個方法 對不對 這塊地 對不起政府徵收就是徵收了 當林鄭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所以今天市場上傳出一個傳聞啊 香港這些有錢人聽說通通去北京 大觀面前立正 聽訊 所以這件事情後面會怎麼走呢 我們再看下去 但是恆大來到這個地方 他這個債務真的是黑洞不見底 很多人等著要拆了他 很多人現在一邊走一邊哭 但是呢 再說一次 不對的公司千萬不要投資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他的利 他可要你的本啊 不過這個很狠耶 叫他們這個地方政府要準備做最壞的打算 就是就算你動亂我都已經在所不息了 沒有動亂的話 就是地方政府要出來做處理嘛 天啊 然後企業的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萬一有地產 有什麼事情要來做接手的話 國企要來做準備 所以呢 再跟各位說一次喔 現在可能是保全在顧對不對 下次如果再亂 政府出來接手的時候 可能就是武警來為在外面了 喔 不過剛才呢 講到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呢 反世界潮流 竟然呢 紅統派的張亞中 現在聲勢呢是一路崛起 當然呢最後結果如何呢 這個明天就可以見分曉了 不過講到這裡呢 我們就來看看 世界反中到底為什麼 我們先來看中國內部的問題 習近平最近呢 這個打壓各行各業喔 其實據說 是因為呢 不久前在中國的網路上呢 突然出現了一篇文章喔 竟然是 標題就寫著刺殺領導人喔 這個事情真的讓習近平非常緊張嗎 因為據說 中紀委後來還寫了一篇文章 叫習近平不能再軟弱了嗎 其實啊 中國內部就是因為 習近平明年 在秋天二十大的時候 他要繼續他的第三任任期啊 所以你會發現 今年以來 中國大陸裡面 內部出現了很多荒腔走板 奇奇怪怪 還有什麼黨同乏裔的一些 一些聲音出來嘛 光怪陸禮都有 對 除了說你看中國各大軍區 領導人司令官 開始拼命換將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之前講過 是習近平對自己啊 沒有辦法掌控人民解放軍的話 他的地位恐怕很不保對不對 很容易被政變 所以他擔憂害怕 那接下來最近很奇怪的是 包括黨媒啊 也拼命釋放出什麼你知道嗎 包括什麼政變啊 暗殺啦 沒有鐵帽子王啊 鐵帽子王 鐵帽子王 對 鐵帽子王清朝的那個什麼 八王義政啊 他們是世襲的官嘛對不對 所以他說中國大陸裡面沒有世襲的 那現在有世襲的是誰對不對 鄧小平那一邁的也都差不多了嘛 他就是在講江澤民跟蔡清宏啦 最近又有一個網路爆料 9月14號最新的喔 他在一篇爆料裡面講出什麼 你知道嗎 他講說刺殺國家領導人 哎呦中國網路怎麼可能出現這種文章啊 對而且刺殺那個什麼國家領導人 還指出來兩個人 一個就是什麼江蘇公安廳的刑警總隊長 叫羅文進的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就前重慶市的公安局長 鄧輝林 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竟然敢刺殺國家領導人 那國家領導人有誰 當然習近平啊 當然習近平嘛對不對 而且他講說 妄議中央地方的那個行政方針 辱罵國家領導人對不對 而且他最主要是說 計畫在南京舉行的紀念活動裡面 刺殺國家領導人 大家就講說哇靠 這個真的是有夠好大耶 那問題是最後一個說 計畫在南京舉行的紀念活動時行刺 這件事情的話 人家就把它往前推啊 在南京有什麼紀念活動 後來人家想 每年的12月13號 紀念南京大屠殺的那個公祭 對不對 所以2014年跟2017年 習近平兩度去那個地方主持公祭 而且2017年剛好這個什麼 羅文進就是負責一個場地的公安的負責人 所以人家講說哇 你把這些東西連結起來 就是說他們就是在行刺習近平 而且是在2017年了 所以很快就被定罪嘛 好嘛 那大家都知道說那個羅文進跟鄧輝林 這些人他們就是什麼江蘇派 就是江澤民的那個江蘇幫的一個 一個新婦嘛 那這一次的話 為什麼沒事會把2017年 這件事情搞這麼遠 還把它拖出來打一頓對不對 還要開除他們的黨籍 那很簡單的 就是因為他們講說 20大塊到了對不對 我現在把這些下面的黨羽打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往上順藤摸瓜 摸到誰 當然最後就是見指江澤民跟鄭慶紅對不對 或許不會把他們咔嚓頭落地 至少把你們軟禁起來總可以吧 就像薄熙來跟那個周永康一樣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要讓他們淪為那個階下球之後 這整個倒席的勢力的話 或許在中國就會少掉一大半 好啦那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其實最近中國很多方向左板的事情 也出來 因為習近平害怕啊 對害怕 那也是在搞到實在是有點誇張 真的亂摸不知道在摸 我說實在我們等一下看看這些東西的話 你看看跟習近平的地位 有沒有相關聯 好啦這個是最早是中國的文化旅遊部 9月18號公布說 促進演出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 加強這些演員的管理 所以要提出19項的具體的舉措對不對 其中有一項就是說 以後未來這些演藝人員 不得假唱 就是不能唱對嘴啦 不能對嘴 這個也要管 他告訴你說如果是唱對嘴的 這叫做私德演員 唱對嘴跟私德有關係 你看 太誇張了 失去道德 為什麼 他們講說這是欺騙觀眾的行為 那可是你知道嗎 央視9月21號辦了一個大灣區的 中秋電影音樂網會有沒有 22個藝人排一排站你看 哇這隻人站在這裡對不對 他去唱了什麼歌你知道嗎 他唱了一個東方蜘蛛 可是一播出來之後 很多網民就上網去講說 你也差不多 22的差不多一播都假唱對不對 你央視的節目竟然帶頭假唱 而且他說裡面很多人 連對嘴都對不好 所以這是假中之假 應該把這些演員抓下來 經濟應該經濟節約這樣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演員也很可憐 這些演藝人員 22個人裡面 大半都是演戲的 演戲的你叫他唱歌唱不好不對嘴 你要叫他幹什麼 那倒是 到時候在台上放炮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實在不要苛求那麼多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這是他們網路轎車平台 有個叫曹操出行的 他們就是他們公布了一個地圖 有沒有 這個地圖很誇張 他說這個中國地圖裡面 沒有釣魚台 他除了沒有釣魚台之後 還少了一個阿克賽卿 阿克賽卿是什麼 是中印邊界的一個未定界 還有政治的地方 另外一個藏南 就西藏南部 那高山駿林誰沒台沒錢 開車去那裡 對不對 包括南海諸島 這個地圖裡面也沒有 這個計程車是可以開到南海諸島 對啊 所以他們講說這個是嚴重入罰 你知道嗎 這樣也入罰 重罰人民幣20萬 那也覺得很奇怪 那其實這是手力 當然不是手力 他們之前還有一個 那個偶像劇 叫做親愛的親愛的有沒有 他說裡面連續兩度 錯用中國地圖 罰你人民幣10萬 我就跟你講 這個曹操出行 真的是他們是指望說 改名不是叫曹操出行 叫曹操背天正地 因為你看包括釣魚台 藏南那些地區 南海諸島都要能夠飛過去 才能夠到達 另外中國廣電總局 九月二號他下令 正式實施一個叫 先審候波制度你看 而且這個包括什麼新翻 這是新上映的那個動畫影片 在內這些日本動畫 都要經過官方審查之後 你才可以播出 而且在播出 包括什麼影音平台 什麼東西都一樣 都一定要審查 那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叫做Bilibili 他們稱為俗稱叫做B站 他們播出了一個這個影片 有沒有 這個影片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影片叫做 極盜主夫 他這裡面有個男主角叫阿龍 他以前就是極盜 就是黑盜 黑盜兄弟 但是你也知道 日本黑盜兄弟 今天地位越高的話 全身刺龍刺鳳刺得越多對不對 可是他們說說 播出來之後就覺得 這個刺青實在是 有愛觀戰 所以他們就審查之後 要求他們一出來之後 欸 審查完之後 這個阿龍身上的刺青 完全都不見了 白色色又黏黏 我就跟你講說 阿龍如果真的是人的話 你叫他以後怎麼做呢 我明明就急到啊 這刺青你幫